我今天滿喜歡這個空間的 雖然這個空間不大 可是我卻用了一些線條跟材質 去塑造出整個空間的平靜與寧靜的感覺 那屋主是一家四口人 我必須要在這30多坪的空間裡面 去隔出三個房間 所以每個空間都必須要斤斤計較 所以在空間的配置上 我們也提供另一種不同的想法 讓整個空間的格局更開闊更延續 今天我們的屋主是一個比較樸實的業主 所以在視覺感受上想要明亮的空間 也喜歡溫潤的氛圍 在這樣的偏好下 非常適合做音式風格的做法呈現 在這空間中 我們用了非常多的淺色料 去搭配幾何線條 在平面上看起來會有設計感 然後在空間之中會有一些延續性 讓這三次屏的空間有加大的效果 所謂的音式風格 其實是沒有過多的複雜裝飾與惠 也沒有繁複的一個古典元素 但是用了很多的工藝和細節去堆疊 其實從旋關進來的部分 我們是用一些線條的方式去貫穿整個空間 那這些線條會包含從入口的穿衣鏡的部分 我用了垂直跟水平的一個方式 讓空間中有一個放大的一個效果 在屏風的部分大概我們也是延續 整個空間線條的一個做法 讓它上下之間有一個對應的一個關係 然後它也同時能夠把空間做一個區的一個方式 那屏風的後面其實我們做了一個弧形的一個電視牆 那這個電視牆一般在設計裡面是比較少看到的 它是一個雖然是一個弧形的量體 可是我們用了一些玻璃的一個造型 還有裡面又做了一些成板 那在這成板裡面其實還有加了一些金屬的線條 讓它看起來雖然是通透的 可是它還是有一定的量體的存在 然後整體的部分就用一些氣口的方式 把空間又給整合在一起 屋主它非常喜歡旅行 那在它舊的房子的部分 其實沒有這樣子足夠的收納或是展示的空間 所以我們藉由這次的設計的電視柜的左右邊 我用了一個弧形的一個造型 那裡面也讓它有非常多充足的一個展示 包含燈光的一個展演的部分 讓它看起來是一個漂亮的 在整體造型的部分 我們還是希望它能夠空間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也試圖用了一些金屬的線條部分 加上這些石木格柵的部分 讓空間有一個比較輕盈的效果 然後整體的視覺效果 也會跟著我們原本的淺色木皮會更完整 這個沙發背牆非常的特別 因為屋主一直跟我要求 它的沙發背牆希望是一個簡潔俐落 而且不要有任何凹凸線條的一個空間 它希望整個空間以後它未來在更換家具的時候 不會有一些不適應的 或是有凹凸的時候不能密合的一個困難 可是在做這樣子的一個設計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一個大框的一個方式 一樣還是保有我們的音式風格 把凹凸面給做出來 可是在平面上它其實是一個平整的 然後在空間的部分 因為它是整個空間的一個主題 也是入口進來的時候看到了一個主題牆 所以這沙發背牆 我們是用了一個斜線的方式 那它也不是那麼的標準的一個斜線 它是一個亂紋的一個方式 它會讓空間看起來是更開闊的 相對在背牆的上面 其實有一個非常大的一根梁 因為有這根梁的存在 所以我們在設計的部分 包含天花板冷氣這些設備 需要有其他的方式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那時候用了一個 一乘一的氣口方式 它貫穿了整個空間的天花板的部分 那第二個是我們用了這些小的格柵的部分 讓它從天花板跟梁跟牆板的部分 藉由這個細小而細緻的一個分割方式 讓整個空間看起來更雅緻 然後也更符合音式風格 除了這以外 牆壁上還是有一些水平線條 是從我們入口的玄關的鏡子 一直延伸到定時牆 一直到壁板的部分 這是我認為的在硬式風格裡面 用這個小小的一個氣口 它能夠貫穿整個空間的一個連結方式 讓它空間看起來更舒適 然後延續性又更好 後方這個櫃子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就是一個雙面櫃 它在於玄關跟餐廳 整個布局的空間的部分 它就在於一個入口處的部分 那我們希望能夠讓空間 是一個比較穿透的一個效果 所以在這個櫃子 我們並沒有去做一個高櫃 或者做當然一半的矮櫃 我們是做一個上下之間的一個吊櫃 上下吊櫃之間中間就會出現一個平台 那我們認為一個空間之中 有這樣子一個平台在視覺上 它是一個穿透通透的一個效果 實質上它也是讓每個人入口回家的時候 有一個平台可以置物 所以我們在這個平台上面 我們就用了一些食材 然後讓櫃子上下之間的屬性 有點區隔開來 那這櫃子比較特別是 它上面是屬於餐廳這邊的餐邊櫃 下面是屬於前面的一個斜櫃部分 所以它就是一個雙面櫃的一個概念跟做法 我們在看到這個空間的時候 其實它是個毛培的狀態 它原本空間屏數並不大 所以我們在整個色調上面 就以淺色系為設定的一個基準 所以我們在地平上 我們就搭配了一個牙白色的磚 那這磚的紋路其實有一些 白色的紋路其實更補 空間需要的一個張力的一個效果 物相色的一個牆面的部分 跟我們這個牙白色的磚 我用了一個金屬的一個線條 來作為踢腳的部分 那這踢腳內推的一個方式 就是讓空間裡面多了一點點的陰影的折面 那整個空間會更流暢的方式來做 這次廊道的部分 其實也是空間中的一個重點 因為它雖然空間不大 可是會形成一個比較狹長的一個廊道 所以在廊道的寬度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不要讓它弄得急迫 門的話 我們是盡量讓它是頂天立立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門片也是我認為的一個陰式風格裡面 它非常細緻的一些簡單的氣口 加上木皮的一個天然的一個紋路 去形成一個非常大氣 而且是一個高的比例的一個門 那最後在廊道的鏡頭的部分 我們用了幾個圓圈的造型的飾板 它其實是一個門片 那門片的後面其實是我們設計的一個更衣室 那其中有兩塊我們特別做成是玻璃的 那玻璃的原因是因為 更衣室如果有人在進出的時候 我們在遠遠的廊道這邊 它遠看的時候就會知道裡面的光影的變化 可以知道使用的一個狀態 那這在空間中的一個佈局 會變得比較豐富一點 在整個廊道的一個轉角的部分 也是整個空間的一個轉折的重點的部分 我們做了一個造型的夜燈 那這夜燈在整個空間中 第一個它有一個畫龍點睛的一個效果 第二個是在它晚上的時候 它其實就會形成是一個輔助的照明 讓整個空間中有一個夜燈的一個形式 也讓屋主在回家的時候 有一盞夜燈在等待他回家的感覺 優雅的音室風格延續到主臥空間 同樣以線框的方式來呈現床頭主牆造型 大框與小框之間表現出精準比例的拿捏 電視櫃與衣櫃的結合 亮底本身的斜面造型就是一個美麗的端景 今天這個案子雖然空間並不大 可是業主它的需求跟它希望能夠 是明亮的這個開闊的一個想法 我們在這個案子裡面 其實都盡量符合到它的一個需求面 同時也加入它希望空間看起來是一個有質感的 所以音室風格這樣子的一個調性 剛好貫穿在整個空間裡面 在每一個細節跟每一個轉折處 我們都盡量做到它需要的一個溫潤感 跟一個開闊性 同時我們也保有它原本需求的一個空間 在這小小的三十多品裡面 讓它們一家四口也享有一個全新的 音室生活風格 想欣賞更多楊幻生設計師的作品 請上幸福空間網站搜尋